今天這個影片 你將會學到跟小朋友去笑一面試時的第三個小貼士 Hi 大家好 我是希美Karat 上次跟大家分享過 如何在硬件上營造一個安全的環境 今次我會說如何在軟件上做到安全 軟件上的安全 簡單來說就是要幫小朋友建立自信心 父母平時要給多些空間小朋友思考和回應問題 就算答錯 家長亦要保持笑容 鼓勵小朋友努力嘗試不同的答案 令小朋友繼續努力去思考 如果小朋友答案的話 父母可以以掌聲鼓勵一下 增加他的成功感 培養他們的自信心去回應別人 這就是我所說的軟件上的安全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個重要的面試小貼士 大家喜歡的話就給我like和share你的朋友 也歡迎大家留言和去我網站看有關小朋友的資訊 下次我會和大家分享 如何令小朋友和你合作 大家記得留意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